哈囉 歡迎回到阿伯的頻道 來 今天來看一隻 蠻特別的魚 它是小火箭 那它這種火箭跟 我們常見那種鱷魚火箭 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它比較接近海水那種水蒸魚 有沒有 那它是產在印度的一種小火箭 說它是水蒸會比較貼切 那它的飼養的話其實還蠻簡單的 它還蠻能吃 蠻大的東西 不要看它這樣細細一根 其實它比它頭還要再寬一點 它都吃得下去 因為它的 嘴巴的下方 下二部那邊 它可以 延展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它可以吃下很大的東西 所以你在混氧的時候 你的鋼油不要太小致 一定要比它的頭寬個3到4倍 不然都可能會被它攻擊 那目前這個大小差不多是15公分左右 那現在都是給它吃冷凍的西蝦 這個 不會這種東西我比較好準備 那目前我就是先把它養在這個隔板的這一側 因為這個魚我前一陣子有先養兩隻 但是都掛掉 有可能是被那個 這個 剛只那兩隻 黑色的石虎金 可能晚上的時候去咬它 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所以 這一次我又買了兩隻 但是 最後又剩一隻 因為另外一隻 被這一隻 咬一直咬 一個小時沒有發現了 剛下缸沒多久 這隻就一直在咬另外一隻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記得這個魚是群居 群居性的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它會去攻擊它的同類 所以我這樣蠻可惜的 這個魚的話 其實它的 它在水族市場的歷史很久了 這個阿伯大概在 國中 就是國中的時候 我最後養過了 養蠻久一陣子 所以這個魚算是非常的好養 你只要 注意你的混養的鋼油 不要有攻擊性太強的 然後這個魚 剛買回來的時候 你的對水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點 因為它比較算是 汽水域的魚 那它對水質也可能稍微敏感一點 所以你剛回來的時候 對水要慢一點 那最好前幾天阿 就是先把它隔開來養 讓它適應一點 會吃東西之後 再把它放出去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妥當 它剛才吃了一隻蝦 你看它肚子凸凸的 一天大概吃個一隻就夠了 好 其實這個隔板沒什麼用 它穿梭自主 當初我 放這個隔板的時候 我真的沒料到 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因為我這個隔板的洞還蠻大的 我一弄完隔板 就直接穿過去 OK 那這一隻已經養 差不多一個禮拜時間了 那近期之內 就會把這個隔板拿掉了 目前這隔板 只是說讓它 它覺得有危險 它可以 往右邊 隔板右邊跑 讓它覺得 沒什麼危險的時候 它就會溜出來玩了 還蠻有趣的 又跑過來了 它這個魚其實不會長很大 所以 不要把它跟 鱷魚火箭那一類的魚啊 就是 跟它 想的一樣 其實它 並不會長到那種 破米的那種魚啊 大概就是 十幾二十公分左右 就不會再大了 而且這種魚 你用純淡水養 其實 長大的幅度會 非常的緩慢 真的是很慢 我曾經在 差不多二十幾年前嘛 看過大隻的 但是我不是很確定 是不是同一種魚啊 因為那個 大隻的它 幾乎整隻都是 金色的鳞片 便沒有中間的那條 黑色的花紋 所以我不是很確定 是不是同種魚 我只記得當時店家是 把這個大的跟小的 它都放在一起一樣 然後 它只是一樣寫小火箭 然後分大小在賣後 OK 好 那今天也沒有先到這邊 今天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